哈喽欢迎来到小铃铃铛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交易所versus热钱包versus冷钱包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麻烦帮我点个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那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问题哦 就是这个把这个加密货币资产摆在交易所上啊 摆在热钱包上跟摆在冷钱包上 分别有什么优点跟缺点 那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哦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话题 那第一我们先来看到交易所 交易所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像Coinbase啊FTX啊币安啊Binance这些哦 那当你在上面购买你的加密货币资产之后呢 这个加密货币资产当然就会在这个交易所上面嘛 那相对我们的这个投资组合的价值呢 也会依照这个币价的波动呢 然后可以在这个交易所上看得到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到的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当你把币摆在交易所上面的时候呢 这些币其实不是属于你的哦 就是每当我们开启交易所的账号 然后你都要点很多这个同意同意同意啊 什么这些合约的时候呢 其实呢其中有一项呢 就是说你的币放在交易所上呢 就已经不再属于你了 这个是属于交易所的 所以说虽然说你可以在你的账户里面看到你这个 假如说持有多少多少比特币啊 多少多少以太币啊 那总价值是多少啊 但是如果今天发生任何状况的时候呢 这些你摆在交易所上的资产呢 其实完全是不属于你的哦 是属于这个交易所的 从最近这个Blofi Voyager还有Celsus的事件啊 就可以知道当交易所出现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资产是拿不出来的哦 那这些资产呢基本上就会被交易所收去了 那可以拿回多少就完全是听贴有命哦 所以说把这个资产摆在交易所上面呢 的优点当然就是很方便 因为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这个买卖的动作 然后这个存款啊 提款啊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缺点呢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 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币摆在交易所上呢 这个安全性是如何啊 因为交易所因为数大招风嘛 所以说一定会遭受到很多这个骇客的攻击啊 或者是很多眼球的关注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交易所被盗 那我们的币也就被盗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not your key not your coin 就是呢 我们把资产摆在交易所上面的时候啊 当然这些资产同时就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虽然说就像我讲的 在账号上啊 或者你手机APP上 可以看到你的金额是什么的 但是在出状况之后呢 这些资产呢 基本上就不属于你了 那接下来第二点 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热钱包 那热钱包呢 就是举个例子 就像是MetaMask啊 这个Cardano上面的这个Deathless 还有很多人使用的Trust Wallet 那这些就是属于热钱包 那热钱包呢 你开通热钱包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一个Cphrase 就是这个注记词 那你拥有这些注记词呢 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 连接到你的这个热钱包上面去 不管是你要卖币啊 转币啊 或者转钱给别人啊 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热钱包的优点是什么呢 第一这个 因为你持有自己的这个Cphrase嘛 就是注记词 所以说呢 如果你是使用热钱包的话呢 摆在热钱包上的资产呢 都是属于你自己的资产 所以就是Non-Custodial 就不属于任何人 这属于你自己的 然后另外一个优点呢 是使用上相对比较方便 就是你只要透过手机 或者是这个电脑的 这个Browser Chrome啊 或者是Internet Explorer IE啊 你都可以直接连接你的热钱包 然后在上面进行操作 那热钱包有什么缺点吗 就是它在安全性上 还是不是最好的 那假如说在交易所上安全性 假如说1到10分 放在交易所上 假如说是5分的话呢 那热钱包的安全性呢 可能大概在7.5到8分左右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因为任何时候 不管你是使用手机啊 或者使用电脑啊 大家为了方便 往往都会直接 就是按一个连接哦 就是任何时候 你连接的时候呢 它就基本上可以按一个键 就可以自动连接了 所以有人如果 偷了你的电脑 或者偷了你的笔记电脑的话呢 那它又同时知道 你的密码的情况下 那或者它是一个 很厉害的骇客的话呢 那你这个热钱包 可能就也不是这么安全了 那在同时呢 它又存在了这个 C-phrase 注记池的这个风险 就是你当然是要把 你的注记池保护好啊 那任何时候 注记池被偷 那当然你的资产 就都被偷了 那这个是热钱包的部分哦 那第三个呢 就是冷钱包 那冷钱包呢 那举个例子 就像是trezer啊 或者是ledger 那我知道还有非常非常多 做冷钱包的品牌哦 但是我从头到尾 都是跟大家说 如果你今天要用冷钱包的话呢 就是用ledger 或者是trezer 不要用一些 名不见经传的牌子哦 因为非常有可能 上面有些木码程式在上面啊 或者是里面有一些bug 或什么的 那到时候你这个 加密货币资产 被倒走的时候呢 就是得不偿失了 那关于冷钱包 有什么优缺点呢 我们就先讲这个缺点好了 那缺点当然就是 它比较不方便 因为任何时候 你要动诱到这个 冷钱包里面的资金的时候 不管你是要转给别人 或者是这个 要转币到交易所 要变卖的话呢 都是需要额外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你都是要通过电脑 才能进行这些事情哦 那第二个 当然就是变卖的时候呢 会比较不方便一些 就是你今天你要卖币的话呢 你就要先从你的冷钱包 转到一个交易所 那你在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当然你的冷钱包 一定是要在手上的哦 那这个转到交易所 也是需要时间哦 所以你就有可能 没有办法再就是 瞬间卖掉你手中的资产 那你放在交易所上 当然是任何时候想卖 就是只是几秒钟的事情 那如果资金 摆在冷钱包上的话 你要先转去交易所 然后看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链 那这个有时候 可能几秒钟 有时候可能几分钟 甚至更久 那你要转到交易所上之后 你才可以变卖 变成现金哦 所以一般来讲 会把这个资产放在冷钱包呢 都是一些比较 不太会需要动到的资产 就是所谓的这个hold all back 就是长期投资 放在那边的钱 就是你不怎么需要动它的 那如果常需要动的话呢 当然还是摆在交易所上 最方便了 那冷钱包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100%安全的 那平常任何 不管是交易所 或者热钱包 基本都只是一个 double layer的security 就是它是只有双层的保护 那冷钱包呢 是等于有三层的保护 就是今天你使用冷钱包的话呢 第一你要先登入这个账号 登入账号之后呢 你还有一个密码 那密码之后呢 你还要透过冷钱包的密码 还有实际上 要把这个冷钱包 插到你的电脑上面 你才可以触碰到 你的这个加密货币资产 所以基本上安全上 是100%安全的 如果是要给个分数的话呢 这个交易所是5分 热钱包可能7.5到8分 那冷钱包的话 一定就是10分 非常非常的安全 那唯一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这个 C phrases 就是注记词要保护好 这个绝对是不能让任何人 知道这个放在哪里 因为任何时候 人家拥有你注记词的时候呢 它就等于是100%拥有你 这个冷钱包上的所有资产 所以这个是大家 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今天此时此刻 都还没有购买一个冷钱包的话呢 我在上面有放一个 这个ledger的连结 你可以透过连结去买 那如果不透过连结买 也没有关系 就是要确定你购买冷钱包的时候 只能透过它的官方网站 不要透过什么eBay Amazon 其他的地方 OK那今天这个交易所 versus热钱包 versus冷钱包的这个介绍呢 就到此告一段落 那我们就开始看新闻吧 OK第一个新闻是关于 Cardano的Vasal Hard Fork 就是Vasal硬分叉的 那今天在这个报道当中就说呢 这个硬分叉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那关于这个硬分叉呢 非常有可能在下一个epic 就会进行哦 所以就是这个五天内的事情了 那关于Vasal的硬分叉呢 之前也是非常非常多的FUD 还有很多人在制造恐慌 因为这个测试链上 是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但是这个跟Cardano本身的链 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 Vasal硬分叉应该是会在 接下来的五天内 就正式这个上线了 那关于Vasal硬分叉 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 就其实它是对于这个developer 就是在上面写程式的人呢 是比较好 然后还有这个提升Cardano的延展性的 所以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呢 这个硬分叉其实不应该会影响到 我们投资Cardano还有ADA的策略 下一个新闻是关于Tethered 还有这个Tornado Cash的 那在这个Tornado Cash事件之后呢 这个USDC就把这个 任何涉及到跟Tornado Cash 有关的这些地址都封锁了 那今天这个Tether USDT呢 它是选择不做这件事情哦 那Tether是表示呢 他们会等这个美国监管 做出更多决定的时候呢 才决定要不要把这些 跟Tornado Cash有关的地址给封锁 下一个新闻是关于 加密货币的Venture Capitalist 它的名字叫做Electric Capital 那他们在今天的这个公司 是聘请了之前的这个SEC的Chair 它的名字叫做J.Clayton 那这个SEC的Chair呢 就有点像是这个 Gary Gensler现在在做的事情哦 所以说就是之前这个SEC的老大啦 那今天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投行呢 就聘请了J.Clayton 然后去担任他们这个 关于监管这上面的一个负责人哦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呢 越来越多这种监管 美国监管啊SEC啊 还有这种组织上面的人呢 都渐渐的开始走往这个 加密货币的领域哦 那对这个以后 美国正式提供一个 加密货币的法规呢 一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哦 下个新闻呢 是YouTuber vs YouTuber 那这个是BitBoy Crypto呢 就是在美国最大的 加密货币这个频道之一呢 他今天是告了另外一个YouTuber 叫做Atazi 那原因是因为诽谤哦 那这个Atazi呢 在之前他的YouTube频道上呢 就多次说这个BitBoy Crypto 他进行了这些 Pump and Dump的动作 就是这个BitBoy呢 他会Pump很多这种 ShareCoin啊 烂币啊 小币啊 因为这些小币有付给 他们频道钱哦 然后到时候这个 小币一涨了之后呢 他自己获利了就逃跑了 然后在这个Atazi的 这个影片当中呢 他还多次称这个BitBoy 他本名叫做Armstrong 那说他是Dirtbag啊 然后就用了一些比较攻击性的字眼哦 那今天这个BitBoy Crypto呢 是对这个Atazi提出了一个告诉 那求偿是七万五千美元 那我们在下一个报道 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BitBoy呢 当他提交这个告诉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已经输了 因为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就会更多的这个监管 来看这个BitBoy Crypto 在过去的影片当中 有讨论到什么样的加密货币啊 什么样的山寨币啊 什么样的小币啊 那有可能会自找麻烦哦 因为这个官司的关系呢 有可能会吸引到更多这个监管的眼球 那去看说他以前是不是真的有 进行很多这些Pump and Dump的事情 那对于BitBoy Crypto呢 我是不想多说什么啦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报道呢 有说就是他这个收费呢 基本上是四万块 就如果你付他四万块的话呢 就是他就会在他的频道上呢 介绍你的这个小币哦 那不管你的币有没有基本面 有没有fundamental呢 你给他四万块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在他频道当中 得到一个专属于你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节目哦 那对于这个Pump and Dump 还有对于这个收费promote东西 或者是推连接给客人呢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吧 就是我是非常看不惯这样的行为啦 那如果你有在follow够久的朋友呢 也知道从头到尾我推的唯一一个连接呢 就是这个ledger冷钱包的哦 那是因为我100%相信ledger冷钱包 是会帮助到你哦 而且我也有多次跟大家说到 这个你透过连接买 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 那你选择直接去官方购买呢 我也是完全100%是为你感到非常开心的哦 所以对于这种收个几万块钱 或者几千块钱 然后就可以讲一个完全没有fundamental 或基本面的项目 给你的观众的这个频道呢 我是不予置评啦 下一则新闻是关于这个比特币的闪电网路 vs这个Visa还有Mastercard 他们的速度哦 就是如果透过闪电网路支付呢 他的速度跟这个Visa信用卡 或者是Mastercard信用卡会如何呢 就是这个闪电网路面对到这个传统的Visa Mastercard这样的信用卡公司呢 在这个速度上呢 他没有任何竞争力嘛 那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个频道中看到 那这个一个人是使用比特币支付 一个是使用Visa 那左边这个是比特币支付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呢 他的速度其实是比Visa跟Mastercard还要再快一些些的哦 那我之后呢 应该会花时间做一期关于闪电网路的特别节目 就是介绍这个闪电网路是怎么运行的啊 然后他的一些原理啊等等东西哦 因为闪电网路是这个比特币支付系统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因为今天如果比特币要走向全世界世界化的话呢 这个闪电网路这样的策略呢 是一定需要的哦 那如果你也想知道更多关于闪电网路的细节 跟他们消息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让我知道哦 下个新闻是关于以太币的合并了 那在今天呢 确定这个日期呢 应该会在这个9月6号就activate 这个最终的这个倒数 然后完成这个合并呢 应该是在9月10号到9月20号之间哦 所以离现在呢 基本上也是不到三四个礼拜的时间了 那至于这个以太的合并呢 有没有办法的很smooth 就是非常非常平顺的进行这件事 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 但是下个新闻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以太合并呢 那最近有开发者是发现呢 在合并之前呢 是有一些bug 但是有这个bug呢 应该也是不影响这个合并的日期啦 那我们在刚刚这个Cardano Vasal硬分叉之前呢 也是有出现bug 那最后也没有影响到Vasal硬分叉这个日期哦 那今天这个以太的bug 是不是很严重呢 这个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 但我们在刚刚那则新闻就可以看到 以太应分叉应该是会在9月10号到9月20号这段时间 就会正式进行了 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下个新闻是关于在美国的成人呢 说他们投资于加密货币的经验呢 是比他们预期中的还要糟糕一些哦 那在下面这个问卷调查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透过6000个就是随机选择的美国成年人哦 那中间呢只有16%的人呢 是有投资在加密货币当中的 那71%是听过 但是从来都没有投资过 那高达12%呢 是完全没有听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 美国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区块里面呢 也只有16%的人是有投资在加密货币哦 那在下面呢 投资在加密货币的原因呢 最多人是因为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方式 来进行投资这些事情 那第二呢 是这个他们认为是投资于加密货币呢 是一个非常容易赚钱的一个方法 或者认为是一个很好赚钱的一个方法 那基本上呢 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非常危险啊 因为任何投资上面都是有风险的 如果你今天你对于投资的这个风险不清楚 或者是你对投资项目不清楚的话呢 然后你觉得这会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那你应该就大错得错了 因为在投资市场里面 大部分人也都是赔钱的哦 那第三呢 他是认为说这个 投资加密货币是比较容易开始的一件事情 那可能是透过手机啊 或者是电脑等等的哦 那只有14%的人呢 是对于加密货币板块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哦 就是跟其他的这些投资项目比的话 那最后呢 只有8%的人认为呢 他们是只是想要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就是想要进入这个社群当中 那不然是狗狗币啊 或者猜犬币啊 那他们买这些东西呢 可能只是想要成为这个社群里面的一部分哦 那从这个问卷调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散户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大部分投资在加密货币上的人呢 基本上都是想赚快钱 然后他们却对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的风险 没有这么多的了解哦 那这也是我频道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这个想要进入到加密货币市场的人呢 确定了了解风险之后才去接触哦 因为这样的话呢 可以减低你这个恐怕性抛售 还有在这个低位抛币的这样的现象哦 那如果你把目标放远 看到这个项目这个长远的价值的时候呢 那你这个投资报酬率也会比较好 那在这个项目当中能赚钱的几率也会大增哦 今天最后一个新闻是关于这个大品牌 Nike还有Gucci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新闻看到呢 这个Nike跟Gucci呢 在去年哦 已经赚了高达260million美金哦 靠着是这个NFT的销售 那Gucci跟Nike我们都知道啊 在这个NFT的市场当中是比较前卫的几个公司 那最近包含了一些这个Tiffany & Co 还有这个Adidas啊 DMG啊 还有越来越多这些名牌呢 也都是加入到这个NFT的市场 那我们在这边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哦 那这个其实也一点都不意外啊 因为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呢 Nike光是从去年呢 透过NFT的销售就赚取到了185million美金的这个利润啊 那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观 那我相信这个以后呢 在越来越多牌子都开始接受NFT的情况下呢 这个NFT的市场超过1 billion 只是可能是几个月的事情哦 所以我相信以后的日子里面呢 NFT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哦 那今天的新闻就跟大家gover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 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 明天见啦 明天见啦 感谢观看